张寇寇首任三父子被判此刑妇判留命,上诉到底。 1996年8月,陕西汉中市南郑区新吉镇三门村,发生一宗命案。 女村民汪秀平,被17岁邻居王正军打死。 年仅13岁的张寇寇亲历母亲被杀,从此彻底改变她的一生。 退役兵张寇寇,去年大除夕年三十,为母父仇亲手杀此事案的王正军三父子。 案件轰动全国案件,昨日在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。 张寇寇被控故意杀人罪和故意毁坏财物罪,对于现年35岁张寇寇的杀人行为,引起各界争议法院, 依审判其死刑,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为张寇寇,当庭表示不服。 声言要上诉张寇寇的父亲张福如,得知判决结结果后,也表示要上诉到底。 称人儿子有委屈赞助商,链接赞助商,链接这宗悲剧,引发国内情理之争。 有人认为,张寇寇杀人于法里不容不过有人提出杀人的张寇寇情有可原。 一判法庭能从轻发落张富,在案件审理前,承认儿子杀人的行为做错。 认为法院可判其重刑,不过唯一愿望就是希望儿子能活命。 他说希望有个公平合理的结果。 最满意的结果是,以后他老了还可以回来供养,我因为我救这个儿子。 我现在都稀释了,除了凶手的父亲,向法官求情外。 有村民一大赞张寇寇,为人不单成笑脸,迎人还爱帮助他人如张的母亲,没有遇害悲剧根本不。 会发生。 有人甚至认为,张寇寇是个孝子希望法庭,判其无期徒刑法庭依审宣判后。 即使引起无数网民留言,有网民认为,判刑过重希望改判,这种我不认为应该判此刑。 有人更提出,22年前的办案人员一定要查查啊,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张寇寇由,普通男孩变成杀人凶手。 就要追溯到22年前,有母亲汪秀平,被邻居王正军打死后开始说起。 1996年8月27日,汪复当时与王正军发生冲突期间汪被对方打倒在地身亡当时,张寇寇目睹母亲赃乱棍打死,同年12月当地法院认为,王正军触犯故意伤害,致人死亡罪,成立不过由于犯案时,未满18岁加上坦白认罪。 父亲带电死者恋葬费等原因故,判处王正军入狱七年亲历丧母之痛,加上目睹母亲当年被当局公开解剖调查死因,造成张寇寇不可磨灭的惨痛经历。 2018年2月15日下午张寇寇在家中楼上观察发现王自新,大儿子王孝军,三儿子王正军和亲戚,正准备上山祭祖。 随后张寇寇拿上事先准备好的担任刀,尾随在王孝军,王正军回家途中。 张寇寇先刺伤二人,继而到王自新家中将坐在堂屋门口的王自新刺死。 继而大叫我终于把仇报了张戴行凶后,到母亲坟前捎金纸位,告他在天之灵。 案发后的第三天张寇寇投案自首赞助商链接。 赞助商链接。